一位观众问 如果今年真的有这么一个 心想事成的机会 摆在您面前 您最想完成的一次突破是什么 这个有点选择太多了 不知道选谁 但是有一个 希望用多年生到的用户 越来越多 没有人用 没有这种生态环境应用场景 我就不知道 它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它有什么问题 就无法往前推进 无法去解决 所以我们经常说 办法总比问题多 但是前提要去找到问题 而问题从哪里来 从用当中来 比如说除草的问题 比如说纬豆的问题 如果再往白一点行不行 所以如果说 众多的愿望当中选一个 我就希望来年 更多的人去用 然后就更多的问题 等我们去解决 作为科学家来讲 它的这个推广 和商业推广就不一样 科学家是希望 有越来越多的用户 能够让我发现 越来越多的问题 你有问题摆在他面前 他才要去解决 他的动力和兴趣和欲望 刚才也有观众问 如果您作为父亲 看着这些水稻 像孩子一样 您会给这些多年生水稻 起个什么样的小名 小名 您刚才都回答了 小名就叫多多 多多 越来越多的人用 越来越多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解决方案 越来越多的幸福 谢谢 谢谢胡院长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 最后一句话 多年生就是 多年生 年年生 生生不息